西梦瑶和尤君现身赌王桑林 看清郭晶晶和霍启刚才知道两者差距 赌王和鸿燊其实大约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由于豪门的规矩比较多 所以在7月9号的时候 赌王才在殡仪馆正式设林进行攻击 赌王身前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自己的商业伙伴都会前来进行调研 这些赌王的棺木价值800万 而整个灵堂的设置也在千万左右 在这样的场合当中 每个人都非常的庄严肃 首先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赌王家族 现在的掌权人何超穷 身后跟着两个保镖 行为非常低调 没有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除了赌王的家人之外 社会各界的好友也是前来调研 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就是郭晶晶和霍启刚夫妇 这两个人同样为了表示尊重 穿着全黑的服装 郭晶晶手里拿着手册 非常低调地跟在霍启刚的身后 这个时候谁注意到霍启刚的动作 才知道这对夫妻和西梦瑶夫妇之间的差距 霍启刚紧紧地握着郭晶晶的手 将他护在自己身后 看起来保护欲十足的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